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继续和大家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之前 也想请教一下Stella 其实从金来说 其实在1300元跌穿之后一直跌至1200元 现在上去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技术上1250元也是很大的阻力 但是看回地缘政治方面 不要说沙地和美国方面 开始由盟友变成关系紧张 也看到其实美国军舰去到台湾海峡 中国是不喜欢的 有些人甚至乎认为有机会拆枪走火 所以诸如此类的情况 美金那么强 也看到金抽了上来 第一 金这次是否见底了 有一个问题 相关这方面要问 是否黄金反弹是否死猫蛋 黄金绝对不是死猫蛋 黄金之前是1160元 即早排是1160元 明显地就见底了 跌穿过1200元 跌穿过1160元 他一段时间跌穿过1200元 跌穿过1160元的时候 明显已经见底了 因为其实今年以来有这么多风险事件 都不能够令金向上实 其实也有少少跟以往的模式有些不同 但是今次升上1200元之后 其实已经是企定了 如果你看回复月线图的话 其实它已经是明显地出现了一个 已经是在底部酝酿完成了 是刚刚才起步上升 如果整个升浪的话 我只看可以去到1400元 变成美金强是否一定是黄金跌 又不一定的 其实根据过往纪录的时候 很多时美金升的时候 金价都会升 因为黄金不是一个货币 所以不会说因为美金强的话 它就一定跌 虽然就是它用它来报价 但是不等于是 所谓的持货成本重了 即是美金强的话 你可以收尾债息 又可以转 但是金就没有息收 诸如此类的 即所谓的机会成本 因为其实金 不一定我同意这个绝对 是的 因为其实金不是一个 绝对用来做投资的一个产品 是用来炒的产品 即是它用在一个工业上的时候 其实又不够用途广 即是用途广 金真的纯粹用来炒 当然你说以前 凡是有风险事件打仗 或者金价都会升 其实根本都是炒 当然炒有炒几年 有些亦都跌几年 始终黄金的时候 纯粹你不要用一个很正常的地方 就是美金升 金就要跌 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 即是不应该有这种概念 唯一要计算的地方就是 它的成本价 因为金是需要开采的 如果你是出了一些金矿公司去开采 如果是跌穿了成本价 或者是不要跌穿成本价 是跌穿了跌下去 是觉得没什么利润的话 其实金矿公司就不会做的了 即是起码稀有的品质 即是不会无止境生产到的 都是抗原是这么多的 是 没错 所以地方就是 它的成本其实都会越来越重 因为它那个 我曾经说的地方就是 那个抗原的时候 是不会无止境生产出来 可能是 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到这种东西 所以你说就是 譬如我们以前 可能几十年前的时候 黄金开采核 是地球表面那一栈 但现在就已经要落到 可能是地底的 100公尺 即是成本就大了 成本大了 或者深了 所以成本就大了 所以说是由90年代的250元成本 去到现在的成本的时候 是八百几九百元的成本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距离 根本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这件事 但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说是 金价永远都是 十年就是上升 十年就是下跌 那现在你找过去都有几年 跌了 在大约的环境下 已经是六七年了 所以变成了 金价现在来着 趁着有通胀 有整体整个环球的局势不稳定 有股灾各方面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金价就绝对会成为 一个避险的避难所 所以金价是来着一定升 即是跌的周期都差不多 是跌完 已经是跌完 正在向上升周期 现在是刚刚起步的上升 如果你要爆升的话 因为它的横行底部 横行区的顶 就是这条界线 其实已经是1400元 所以就说 其实现在不会爆升 它根本就是在升上去 所以金价其实只可以买升 不可以买升 可以这样说 美股已经到了定 我们的结论 所以是更加令到黄金 更加有吸引力 因为你不会去买了一些 到了定的资产去坐 一定是选一个底部的资产 是吗? 是 这也是要注意 如果问同一个朋友 就是要注意这方面 也有人问Wing Chan 问Stella 美国内用品订单 全民会有惊喜 我想是不愉快的惊喜 你觉得联储局会怎样呢? 即将来的内用品订单 其实内用品订单 好与不好的话 就是表示美国经济是好与不好 如果你多人买内用品的话 表示大家都对美国有信心 你才会多人买内用品 如果数据有所回落 即是跟市场预期 原则上就是说 美国人去看美国经济 他都不认为会有前景 他宁愿就是给一些 比较便宜的钱 少点的钱的时候 去买一些不太内用的产品 是 他宁愿就是不去博 可能 两三年后便换 如果到时有钱的话 变成少人去买内用品的话 其实表现经济 不一定是那么好 那联储局应该不会不断加息 因为见到经济已经开始放缓 或者有人预期放缓 有预期放缓的时候 便会减少自己的消费 到期时真的会放缓 因为个个人都会减少消费 那会不会是触发 如果新来的数据真的被市场中了 即是比以前差 那会不会是令到明年2019 没有加那么多次息的机会又大了呢 有价格 有价格 始终有一样的地方 就是明年加息加多少次 或者现在代表都是股 应该说的就是 今年12月加不加息也是股 只是股是加而已 现在他们说加股是加而已 那我们特别是不加 那是否要估计明年 是否加三次或四次 那当然说到股市 股市股市 我觉得如果这个数据出来差 我们是否应该 觉得香港会有机会弹一弹呢 如果数据出来差 香港 即是会牵连到美股 即是美国息口方面 没有那么加息 令到跌下来的美股跌慢了 然后港股便会有运行 会不会是这样呢 不会 原因的地方就是 因为现在的焦点也不是这里 市场的焦点也不是这里 对 其实现在说 你要那样东西 大家现在先关注焦点 大家都不是关注焦点 根本就是 因为比较少人说 我多数都看着非龙数据 就是此类的 嗯 早前 Cella也跟我们介绍过 其实是 未有那个USMCA 出现之前 已经是你建议就是Long Garen 嗯 有人问Long Garen的仓位 可不可以获利呢 如果是持有加息的 因为就来又加息了 听说加拿大会 嗯 等等 如果是加息 如果你之前是持有货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以先平仓 我觉得是 因为始终加拿大 它是一个上落市 但当然就是说是 你平仓之后 抽回这个1.35 或者1.34地方 才再持有货 因为加指有一个 今年加了四次息 是的 没错 其实我加指的地方 就是说是 它在大图形上 前面的时候 它是反复偏强的 但是问题是 在一个大型上落市里面的 反复偏强 就是需要平仓 明白 冯玉清问 A股昨天大跌 为什么又关于日本股市 如果Yen长仓 可不可以呢 Yen长仓 当然不可以 这是避险货币 就是偶尔长仓 不会长期长仓 是的 其实如果你说日元 要做一个中长线策略的话 一定是选择位去沽货 就是绝对不会去持有日元 根本就是 你说就是 A股市场出事 又为什么 跟日本股市 其实就不关事 只不就是 亚洲 影响程度是多多少少的意思 嗯 那么 苏欺然 意大利如果不对 这个欧盟规定 就犯有什么后果 我们刚才也探索了一点 后果的意思是 就是 我想是 currency 或者 会有什么后果 这方面就是 欧元他不借钱给他 不帮他 可能就是 他们 其实 会不会去折执那些债券 因为他评级低了 又 不是 不会折与不折 是因为那些基因经理 他们是看着那个评级来做事 是 就是说 当你是升到某个的级别的话 我就一定要去买货 是 当你跌到某个级别的时候 我又需要去沽货 是 所以他不是基因 即不是那些人特意去 我特意去沽货去看淡他 或者特意去提升他 而是基因经理要做的动作 他怕坐艇 他怕坐艇 如果不买 没有人接他便糟了 不是 原理上就是基因经理 他们的手质 是有写到明的 即是说 如果他们是一个债券 如果不欠某某的杂杂级 他就不可以拿 是一定要沽货的 所以就是他们要跟着手质来做事 根本是 明白了 所以希望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Kerry就问 英国脱欧谈判 是否没有办法可以取得共识 如果是的话 有什么后果出现 现在就好像有共识 有共识 但是是好像有共识 好像 就是未确认的 但如果你拿不到共识的话 又怎样 就是硬着陆 即是说 英国是硬脱欧 因为英国脱欧是不能选择的 已经是选择了 已经选择了 工党提出的 第二次 不可能发生 一定不可能发生 一定不可能发生 所以就说 英国其实 现在是 还有几个月时间 现在是说 是有机会谈得成的 但是 所以这几个月时 英国的走势 会很反复 即是可能有少少事情 是 不是谈得好 英国会下跌 如果有些好像有好消息的话 他又立即抽回一阵 所以你说 这段时间 我不是太建议做英镑 即是连沽空也不做 是 因为你不知道 他有什么消息 是 一般都可以 就是拿沽 和不做事 不做事 所以不做事是最好的做法 而且他现在的时间 好像都很贵的了 只有几个月时间 几个月时间 但起码在美国大选 即是中期选举之后 所以多看了很多事情 才判断到 又不关系 因为英国和欧盟谈过脱欧时 又完全是没有关系 完全和美国是完全没有关系 美国宣布选举 和景体的大气候有没有关系 都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完全是在欧盟 纯粹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地方 就是 我让你英国脱欧后 我给你太好数 我担心其他国家会跟着脱欧 但我不给你好数 英国人因为是一个大的经济体 因为欧盟区的监生 自己又会有问题 所以现在是两难的局面 就是在这里 好的 Dawn Con就问 Stella 你好前说过年底 才考虑买货 现在改不改这个看法 不改 2019年1月 还是想问一下油价会不会升回 即是怎么也会有机会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 什么位置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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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具体一点看回 你的意见 好 油价原则上 要 因为其实 他今次 在这个70 纽约旗在76.9年前 见了顶后 今个月跌得比较深一点 如果你问我 它可以跌到什么水平 它可以跌到下去 可以跌穿60元 跌到58元 那三桶油 又继续下跌 其实是 因为三桶油 昨天也跌4% 三桶油就急跌 又跌回4% 跟着 是的 没错 所以变成的地方 如果你问我油价 可以跌到58元 不过跌到58元 你听有次很惊讶 由76.9跌到58元 但是 它在图形上 它又没有跌穿上升通道 即是说它跌到58元 其实它都可以掉头 再上升的时候 亦都可以升穿77元 所以你说 这个很大型的上落市 很大型的上落市 所以变成了 其实油价 短期来说 一定是看淡的 但如果跌到60元 那些地方 就开始宁愿分段去买货 就不要再看淡 那么油价跌下来 是对港股最益的哪些股票呢 例如譬如说 航空股会不会 港股股会不会 真的一堆的 不论内地的航空股 或者是香港的郭泰 有些诸如此类 当然郭泰又要看它的 据冲 有没有overhead 是的 以及究竟它的工会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诸如此类 对内地 其实是好事 因为确实油价跌 它是可以用的 油价便宜了 但是最大的冲击 就是三桶油 然后跌 拖累那些 A股成分股又再跌 但是根本 没有油价跌不跌 整个A股也要跌 A股的目标是1800元 不是1800元 可以说 A股那里 你怎样看 改法例 令到回购是合法的 因为中国的公司法 是不能用这个形式 即叫做 舊市的形式回购 是不是空白的 没有说好 现在就是研究 可以想做 因为香港一早都可以 不需要给你 总之公司决策就可以 现在是叫做 舊市去回购 即呼吁它去做 你觉得这种情况 其实真的有帮助 第一 第二 这个做法是好成不好 因为MSCI 将来都会进来买A股 它们会喜欢还是不喜欢 其实在香港既然实行了这么久 即是表示 其实在某程度上 其实是不影响大市的 亦都是在某程度上 当市况出现了大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好的形式 给大股东自己去买 当然有一个百分比 当然是说公司买 是的 因为两种大股东 就是质押股票 有些资金线给它买 另外公司自己买回购 香港的做法就是 是注销那些股票 回购 大陆没有说是否一定要注销 其实我觉得大陆 根本就是跟香港的机会大 因为他们 那些地方就是 大陆的金融体责的时候 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参考 香港的做法 应该会现在开始准 就变成真金白银 虽然我们看到腾讯回购了几十天 都还在跌 就是因为它以前升得太急 但一般A股其实都是 其实不是升得太多 2015之后 所谓暴力救市之后 它其实没有怎样升 所以现在回购可能就是 合合时机帮到它们的手 就算是都不会现在帮到手 即是要长时间回购 是的 因为其实你回购的话 你不会乱麻木去回购 那你在腾讯的地方就是 当然腾讯第一它们有钱 它当回购就是看好公司 第二个地方就是说 它们买的数目都是很小的 其实它们虽然很密密买 其实银码不算大的 是几亿的 相对它的市值很小 是的 没错 不算是一个大银码 它也不敢一次过用所有的钱买 所以自己都 而且市价还未见底 如果你是见底之后去买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大手大手去买 但是市价还未见底 纯粹都是耳私耳私 刚开腾讯那只中安在线 昨天跌了10% 今天又再跌了3% 那你觉得当时看到那个IPO很厉害 就是完全很清楚是否炒错市 当时如果这样看回 其实不是炒不炒错市 根本大家就是当时 就是新的IPO股 其实大家都去买 根本就是 如果抽到就升得很厉害 对 而且只要有概念 其实大家都去买 所以我也没有说炒不炒错市 因为就算一些垃圾的IPO上市 那些人都去买 所以我又不觉得 那小米是跌了市内才上市 那你觉得又会怎样看 你的时间都不同了 因为小米直接被人觉得去压钱 因为开头出了心理战 就说去到一千亿 然后再降低 那现在最后跌了二十多% 又不可以这么说 或者他真的觉得自己 应该值一千亿 对不对 但譬如你像腾讯那样 他刚刚才又有消息出来 外面说他自己的新闻卖 新游戏绿色通道又被人叫停了 即是因为根本现在摆明 就是内地是要不停去打压 叫停就是说牧原审核的隧道也没有了 那就是不批是吗 我以为是解决了那些 他下下要停来批的作用 不是 那根本是不批 反而是失事 是的 根本就是不批 那明显的地方就是 中央出来说 就是说要打压 即是不应该这么多人去打手游 是对小朋友不好的 对年轻人不好的 那他现在不停去打压 那你腾讯就出这么多手游的话 根本你是不能升的 根本就是只可以向下 因为起码那些游戏机 即是手游的收入 是占它刑备很大的部分 很大 即是很清楚 它的手游的增长是停顿了 是的 没错 令到重新要估值了 即是它这么高PE 是因为增长很 你觉得它会增长更多 有机会增长快 是的 好了 整体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思维 就是反过来就沽了 主要是这样 是的 那就好了 就有多一个问题就是 Kwong Can Tam 问吉利可不可以折扣 吉利好像是所有汽车股之中 表现最好的一只 是的 但是原则上 根本现在是所有股票 即整个市况 都是要向下 其实原则上 所有大只的你都可以去沽货 一股不留 一股不留 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种做法 首先的地方就是 在看淡市场 如果你手头上的股票 是高位买了的话 你不一定要去沽手上的股票 你是可以做一些衍生工具 去做套凳的 例如做一些红证 或者是股票期权 所以变成的地方就是 他问175是否可以折扣的话 其实就是 他觉得是否可以去看淡 或者做一些衍生工具 去对冲 我觉得是可以的 例如股票期权浪 就可以对冲它 是 或者是缩扣 其实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但如果浪费到 不如浪费了 就正股 这是你的想法 很多投资者不是这样的想法 总之很多投资者觉得 地方就是 我手头上平仓的时候 平仓的时候 没有蚀钱就是没有蚀钱 你叫我现在平仓的话 你们说到很低的 再买回去 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废话 因为心理很大压力 对自己沽了去输钱 是的 没错 所以问题的地方就是 175是否可以折扣的话 其实原则上就是 一定要下跌 整体现在是什么板块 都是有问题 譬如说 现在香港最多人说的 就是大湾区 一带一路 又看到香港楼市 就向下跌 你觉得大湾区 越来越多人说 而且真的可以 带出新路出来 会不会是 帮助到港股的调整快些 就是说房子 还是怎样呢 香港的楼市 只为刚刚才见顶 就是有牌都未跌完 一直在斩出来 因为香港 一向都是香港楼市的时候 就不同股票市场 股票因为你是可以 即刻买货 即刻买沽货 其实流动性 就会是快些 通常搬了一年左右 就会是停的 但因为楼市 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们是你买卖时 其实都是 怎么说呢 你不会那么容易 可以买货 又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买货 而且根本是成本重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一些人买了楼去放货 都考虑得很辛苦 才去放货 而且就是说 你不得已时 你才会去放货 所以楼市 由现在刚刚才见顶 到跌完的话 起码都要几年时间 就不同股票 所以变成大湾区 如果你说大湾区 其实会更加令到楼市 跌得更加急 因为大湾区有很多地点 是不错的 但比香港还便宜 其实香港人 从来未见过便宜的楼 所以见到什么楼 都觉得是抵卖 对 没错 整体我们都觉得 就是楼市 我们说回来就是 股票可以是希望 和失望推动的 但楼是有实质需求 就像你所说 不是那么轻易 沽出自己的楼 但投资的楼 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是计回报 对 没错 即是你容易去决定 就是我是不是沽货 但有投资 有些也说在校园区 他就不用那么快去沽 校园区 即是那些好的校园区 校园区 校园区 他永远有人租 他便可以守住一些 所以他们永远都不想沽 刚才那句的地方就是 你有人去租 但别人是否有什么价钱去租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都答了大家问题 和时间都差不多了 很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聊 谢谢Stella 再见 再见